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黄伟 欢迎收看《中华了解多一点》 今集和大家介绍的是 中美南海撞击23年 从未被忘却的英雄黄伟 如果说起23年前 中美南海撞击事件 相信不少观众都会记得一个熟悉的名字 黄伟 2001年4月1日 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黄伟 驾驶1800战机 和美军一架EP-3侦察机 在南海岛附近海域的 中国专属经济区的上空相撞 中方战机不幸聚毁 黄伟跳山后失踪 经过多番搜救都没有结果 官方确认黄伟已经殉职 享年32岁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黄伟坚毅果敢 英勇还强 用生命谱写了一曲 保家为国的藏歌 黄伟牺牲后 中央军委授予他海空卫士 荣誉称号 和一级英雄长将 海军党委批准黄伟为革命烈士 1968年4月6日 黄伟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 当黄伟仍是一名中学生时 就已经坚定了重军布国的理念 他高中毕业后 自愿认征入伍 他努力学习航空科技知识 刻苦研究飞行技术 无论驾驶哪一种战机 他都能够胜任 1991年 黄伟从空军航校毕业 主动要求调到海军工作 面对亲朋好友的劝说 他说 美好的生活人人向往 但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对我来说 祖国的需要永远是唯一的选择 结婚后不久 黄伟又说服他的家长者 和劝说他太太 让他随军到部队 身为一名飞行员 黄伟对自己要求极高 在15年的飞行生涯中 他创造了多个第一 包括在同期学员中 他是第一个放单飞驾驶战机 傲长蓝天 他也是第一个飞满了1000小时 成为能够飞四种气象的 全天候飞行员 在同龄飞行员中 他战斗起飞的次数最多 执行重大任务的次数也是最多 还多次立功受奖 如今黄伟的儿子也乘继扶置 成为了一名海军军官 可惜的是热爱飞行的黄伟 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001年4月1日 亦都是这一日他执行了人生最后一次飞行任务 当日早上的8点36分 一阵战斗警报声忽然响起 海军航空兵一级飞行员黄伟 立即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向战机 由于一架美国侦察机 擅自闯入中国的领控 中国军方需立即派出战斗机进行拦截 黄伟就是负责执行这个任务 黄伟驾驶战机紧急升空 向目标飞去 几分钟后 黄伟发现左前方有一架大型飞机 就继续向目标接近 他很快明确判断 对方就是美国的EP3型军用电子侦察机 正向着海南岛三亚外海靠近侦察 黄伟很快就调整航向 驾驶战机和美机同方向同速度飞行 黄伟多次和美军侦察机打过交道 熟知美军机经常利用飞机性能优势 玩弄各种花招和伎俩 摆脱中国军机的跟踪 当时狂妄傲慢的美军侦察机 不停地上下翻腾 有时又忽然大角度转弯 一次次做出极危险的动作 跳引中方飞行员 黄伟就沉着冷静 保持平稳飞行 突然间美军大动作转方向 左翼外侧罗船长 将黄伟驾驶的飞机 垂直尾翼打成碎片 跟着美机的机头 又重重地撞上了黄伟飞机的尾部 黄伟的飞机快速聚落 这个时候黄伟就收到广播 呼叫8.1.1.9.2 请你立即返航 黄伟就回答 8.1.1.9.2收到 而我已经无法返航 你们继续前进 这个就是黄伟留下的最后一句说话 危急关头 黄伟被逼跳散逃生 从此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中 而美国的军机 就在未经中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 擅自降落在海南岛灵水机场 任务完成了 英雄也应该要回家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海空联合搜救行动 在南海海域迅速展开 南海舰队多支部队 请求参与黄伟的营救工作 飞机、舰艇 不停在事发的海域穿梭航行 救援人员一心 只是盼望尽快找到黄伟 无论是生还是死 但是就算救援人员 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拯救设备 仍然是没有黄伟的任何消息 一些船隻更是日夜颠倒地工作 不停在甲板观察 除了军方 民间的力量也加入搜救行动 沿海地区的渔船 不断向事发的海域集结 很多民众自发沿着海岸线 寻找黄伟的足跡 搜救人数一度突破10万人次 拯救行动持续了十多天 最终都是一无所获 当年战友在整理黄伟的遗物时候 发现了一张由他亲手画的名为 宿远的游画 画里面一名飞行员正驾驶 男载机从航母上起飞 黄伟曾经跟他太太说 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驾驶战斗机 从航母上起飞 如今黄伟的梦想已成现实 遼宁号山东号两艘国产航母早已复役 第三艘航母福建号也正式下水 第四、第五艘航母正建造 中国军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全方位追赶美军 逐渐擠身世界一流的军队行列 血洒长空中云永在 虽然黄伟已经离开了23年 但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他 他的英雄事迹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五 保家卫国 致敬黄伟、致敬每一位 用生命守护祖国的英烈 庇文 breathing watches 2 2 3